也是很多家長有個迷思 就會覺得說 這個就跟那個名醫的迷思一樣 對… 那我處理那件是一個媽媽 自己來跟我講說她的小孩 我說為什麼不想上課 她說每次她媽媽只要開車去 因為她媽媽開梯牌的那個 裹傘車 去接她小孩的時候 她小孩就跟她媽媽講 拜託妳好不好 浴門口全部都是那種雙B的 不然就是那種 是一個圈圈的 豪車的那種的 然後在學校 同學都叫她是T牌 都叫她T牌 然後每天就是勒索一千塊 去他們對面超市超商 就是對面買一千塊的零食食物 給他們那一群 另外一群霸凌她的學生 所以不想去上課 也不想家裡的人去接她 那小孩子變得很孤僻 也很那種 就有點變成雅伯那種感覺 像高大哥剛剛講的那種私立學校 我們有個同事他也是 他是小朋友 小學的時候念公立的 然後後來就想說 家裡環境還比較好了 就想要去念私立的學校 國中去私立的 一進去完蛋了 咪咪冒冒 回來的時候 貼那個那種貼布那種 後來她拔回來 打開來看 被揍嗎 被揍啊 然後她爸爸就去學校 學校也是很善良 就請導師也來 然後請班長也來 然後還模擬了一齣給她看 就說這個不是被揍 是你小朋友來學校 然後可能還不熟悉 我們的合作社在哪裡 然後她放學的時候 中生一想 她就急著要去衝 結果撞到了桌角 以前還演給她看 可是她兒子很高 這好像那個高檢官 他們以前常做的 抓到犯了以後要模擬 模擬 要模擬當時的犯罪過程 可是就很難撞到胸口 因為她兒子很高 那她就想說算了 就跟兒子講說你自己小心一點 後來有一次她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家裡打電話來了 就說兒子又受傷了 能夠撞到哪裡 結果竟然是鋼裂 鋼裂 鋼裂 對 去受到醫院 然後去鋼裂 然後我們就想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去學校 又來了 又演給大家看 她說這個不是這樣 是因為她急著要去合作 設買飲料 所以妳知道 她衝出去的時候 我說不可能又撞到桌子 她說沒有沒有 她真是成功地散過桌子了 可是出去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舊的私立學校 所以她那種欄杆是那種鐵的 一片的 然後上面有紅色膠布的那一種 有沒有 她就說她急著 所以她不想用跑的 她一個前空翻上去之後 屁股坐到那個上面 然後一路滑下去 她是誰留得滑嗎 這個你們也講得出來 然後她小孩又很怕 所以小朋友又不願意講實話 所以這件事情 也讓她就是 嘻哩呼嚕就過去了 可是後來 我們就勸那個同事講說 算了啦 這種學校不是我們 讀得起的 你現在看 撞到胸口 然後又鋼鐵 你說再怎麼樣 你下次會出問命 都沒辦法 因為你學校其實 如果學校 她不給你看監視器 她你就是看不到監視器 你去找誰都沒有用 所以後來其實 好像念不到幾個月 就趕快又轉學轉走了 現在這個學校不通報 因為現在少子話 學校都沒有學生 都要多一點的學生來這邊讀 所以他們都不通報 代表說這個學校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思考邏輯是這樣 不跟我們醫院不一樣 我們醫院是 鼓勵異常事件通報 如果你因為鼓勵 這個異常事件通報 而阻止了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你還有獎金可以拿 所以那個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學校應該把它改成 鼓勵通報 不要有處罰 那醫院的鼓勵通報 有時候我是覺得過頭 老婆生病對不對 然後我們送去醫院 故意把老公支開喔 然後就有一個人 像副導人員的樣子 偷偷來我老婆說 夾寶是不是被老公夾了 是的話就說是不要害怕 對… 下一次換我生病 我老婆把我送去 我就說那應該男女平等吧 為什麼沒有難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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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事啊 其實沒事我們也有獎金可以拿 其實你通報這個東西 會後續有人去處理 就是不要隱瞞這些事 所以一般如果已婚的女性去 通常就是女朋友 沒有 那是看臉 玉琳哥 不可能你會這麼報 那為什麼都會去問老婆 你老婆個兒比較小 比較… 她就是有可能吃弱勢 以身材來講的話 問你老婆是對的 還是看你的面上 感覺是會打恐怖的 我這麼喝愛可親的人 對… 對… 不被打都還剛好而已 我們來看恐怖的第二名了 來 第二名 第二名 變態良師生魔佐 這個真的很恐怖 前陣子 太怕耶 去年不是有一個新聞 2023年有一個 性益曲很知名的幼兒園 然後她是 園長之子性侵 六年來的小女生 對… 我跟妳說我們差點就要把小孩 送到那一間去做 天啊 因為那一間真的在性益曲裡面 算是有名的幼兒園 而且我們當初參觀的時候 是大概有五十個家長 都在那邊等待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園長就在門口和哀可親 我們就一路這樣 他們教室在二樓 我們就一路一起上去參觀二樓 唯一我就 我那時候還有跟我先生說 這間學校有男生的老師耶 因為幼兒園很少男生的老師 我們當初沒有去念 只是因為我們覺得 他的空間設計沒有很好 因為他是一二樓 然後都在室內 沒有戶外的 那我們比較希望小朋友 可以有戶外空間可以玩 所以那時候呢 看到這個新聞報出來 真的覺得 老天有保佑 還好我小孩沒有去送 因為那個幼兒園之子 他性侵的時間就是在 爸媽比較晚去接的時候 他在這個空檔時間 我們家就是屬於這種 會比較晚去接送的 所以就覺得真的阿彌陀佛 但是也從那次事件之後啊 我開始會跟我女兒開始教育說 觸碰哪裡的身體不舒服 可以 所以我真的滿推薦 就是媽媽有些教材 像這本書我很推薦 是因為它是 小朋友要舉辦一個生日派對 然後這生日派對呢 其實就很多 親朋好友會來家裡嘛 可是呢 你翻到每一個小框框呢 就會說他碰了我的屁股 然後或是 他摸了我的肚子 所以藉由這些的書啊 我們下一頁就會教他們說 那這些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很多小朋友 他可能不知道 這個感覺是什麼 或者是說 老師會跟他講說 這個祕密 你不要跟爸爸媽媽講 所以我們就會透過這樣的讀物 去教他認識 什麼是好的祕密 什麼是不好的祕密 讓你身體不舒服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教育 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 很重要耶 因為像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那時候是在美國拍戲 有一個我們一個大陸的男演員 他就是剛好有那個當地的小朋友 這邊打籃球 一時好玩嘛 就跟那小朋友這邊玩籃球 然後玩完之後 他只是一個動作 就是打完籃球 他說 因為 對 因為他 因為男生嘛 然後跟男生 他只是覺得 就是一個動作 是很自然的 沒有什麼 過沒多久 家長警察就來了耶 然後我們在現場工作人員 好尷尬 然後想說 怎麼了 原來他們就覺得 這樣子他是不被尊重 他是被 傷害的 所以他回去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就報警了 然後立馬就來 然後 我們的男友就 很尷尬 對 所以其實要很小心 有的媽媽就是怕 女兒受到傷害嘛 所以從小有教育女兒說 男生是臭的 男人是畜生 他以後會怕 對 從來這樣的女孩 長大以後真的 恐難耶 對 真的喔 我一個朋友的女兒就是這樣 現在爸爸抱上 不要不要 因為他從小被教育成 被媽媽教育成 男生包含爸爸 爸爸更臭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 對 從小一直講爸爸壞話 講爸爸 連那個爸爸 要跟自己的女兒擁抱都不行 其實我們那時候 因為比較鄉下的地方 那個上補習班 安親班 那個數學老師超會教的 整天都送上去 全部都帶他上去 生意好 他說你不要工作了 叫他老公不要工作了 你就來開那個九人座的接送 結果呢 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兩個小女生 就在吵架 結果他們是在爭蟲 那個司機 那個他先生的那個蟲 為什麼他 原來是那個司機 他接小朋友回去的時候 例如說這個台車子 坐了八個人 他今天喜歡A 他就把A留到最後再回家 然後其他七個人都先下車 然後他就強暴了那個A B 我今天要B 我就讓B最後回家 我今天強暴用那個B 最後 因為那個都是有錢人 因為那個補習班 非常非常的昂貴 就是有錢人 中間就只有提書告訴 這樣那個婦幼隊的問起來 知道的就有六個人被性侵 天啊 可是提出來 提書告訴的不到兩個人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我的女兒後面怎麼辦 因為有些受侵害的這些小朋友 年紀太小 他也不會自己表達 像很多都是那種 慢慢長大以後 像上了國中 或是上了高中 甚至交了男朋友之後 才發現說 原來他以前是被侵害 有一個台南的老師 他以前在當老師的時候 還得顧那種優良老師獎 這些小朋友慢慢長大以後 才發現說 原來小時候 是被他們性侵的 所以才去報案 那報案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 他小時候不覺得他是 小時候他可能懵懂不知 上了高中的時候 才發現說原來是性侵我 後來回頭去偵查 也是很多的小朋友 都受到這種事情的一個侵犯 不過幸好 有把這個老師給抓到 除了去刑事上面去偵查 然後去定他的罪之外 因為他已經退休了 他每個月爽領退休縫耶 現在就是教育局 要回頭去追他的這個退休金 如果他真的有做這些壞事 你繼續關 但是你的退休金 也要被追回來 太好了 之前有一次也是在補習班 也是國中的時候 但我那時候不覺得怎麼樣 但我現在想起來 其實覺得有點噁心 所以那時候的男老師 也會分享 在課台上分享 他跟他女朋友的床試 他是講笑話嗎 沒有 認真的在分享床試 跟你們分享 對 跟小朋友分享 跟你們聊得起來嗎 那你們呢 沒有 我們就是在聽課 聽一聽然後他就會 突然開始講他的床試 那你們就嚇他笑這樣 我們也沒有笑 因為我就聽不懂 就那時候是真的聽不懂 但我記得他那時候有講 那什麼床單濕疑片之類的 對 類似這種 對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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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